国共内战中,国军军事失利。其中,李明仪少将在汤英保卫战中激战30天而重伤被俘,但因拒绝投降中共,遭处决于北京永定门刑场。成为大陆沦陷后,少数思想改造失败而殉国的国军将领。李明仪将军,死生无惧的爱国情操,在台湾却因没有得到史料佐证认可,无法入寺中列词。 不过,幸存于世的唯一爱女,在二十余年的奔走下,烈时中魂,终能落叶归根,永享安奉。 李明仪将军是湖北应成人,从南京储财书院,法律系毕业,早年追随着中国同盟会重要干部的胡锦义,一起讨员、护法、北法等各个战役。 后来成为山西王阎西山的部署。李明仪由于身具法学素养,做人温文儒雅、谦虚字幕,深得阎西山的赏识。 1931年,任命他为山西省平路县长。 抗战爆发后,严西山担任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,并重用李明仪调任该战区新边第二时的少将政治部主任。 之后,严西山为了团结进随地区抗日势力,将新边第二时与中共八路军第101师、第73师,统整为右级团军。 规见第18级团军,简称八路军,由总司令朱德指挥。 李明仪在新边第二时,参与过大小战斗,共计21次。 曾于太原会战的平行关战役,阻击日军进犯。 在新口战役的五台山,击毙日军200余人。 而日军不甘受辱,使用惨无人道的毒气弹,造成李明仪的部队,百余名士兵皮肤溃烂阵亡。 抗战初期,中共为壮大八路军武装力量。 在进北敌后游击的同时,意图渗透阎西山统领的国军游击部队。 计划性地策动国军部队叛变,进而兼并收编国军部队,以力扩大中共八路军兵力规模。 李明仪所辖的新边第二时,也遭遇中共渗透颠覆。 不过,他身为政治部主任,肩负政战任务,他组织基层防共通讯网,灌输部队认识国民革命的目的。 成立三民主义研究会,要军官士兵信仰主义,加强抗日反共教育,使得八路军无从分化新边第二时。 共军急准而决定消灭李明仪的部队,削减国军有生战力。 1940年1月,新边二师奉令仪防至山西省东北,立即遭遇到八路军突袭。 在激战4小时,李明仪伤亡士兵百余人。 2月,又在河顺县再次遭到八路军的突袭。 后在赵王庄,又第三度遭到八路军伏击。 激战中,李明仪将军不幸战事受伤,导致左眼失明,后来人称李明仪为独眼将军。 之后,李将军从新边二师,调任到第一战区胡宗南麾下,担任政治部督察员。 抗战胜利后,1946年10月,原汪伟部队投成的军队,胡宗南将这支军队,整编为国军,暂编第三纵队。 并命令,曾是汪精卫和平建国军分支指挥官的孙电英,担任暂编第三纵队的司令,负责驻守河南省汤茵县一带。 胡宗南为了让这支便捷的部队为国军所用,想到了独眼将军的李明仪。 指派他担任该纵队的新闻处少将处长,期望他的征战能力,能改造这支部队信仰三民主义,成为坚强反共的钢铁竞律。 暂编第三纵队,驻守的河南汤茵,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故乡。 李明仪抵达驻地汤茵县城,看到当地有明代所建的宋岳中武王庙。 只是岳飞庙,历经五百年的战火与风霜,整座庙与梁柱斑驳掉漆,古旧荒凉。 李明仪特别指派官兵,将庙堂建筑重整彩绘粉刷,正殿内外除草打扫。 他还亲率全体军官士兵,立妙前程上香,并依照古礼,向京中报国的岳飞举办重四大典。 李明仪对岳飞慎中追远的举动,无非想透过上香仪式, 让县城乡亲父老对于国军突然驻防汤阴,在情感上起安定作用。 将宋代岳家军与国民革命军作古今呼应,两者皆为仁义之师。 再者,他明了国共两军,最后终将是兵戎相向。 他要让驻守汤阴县城的国军,效法岳飞高尚德性与爱国节操。 积发报一书中,誓死保卫汤阴县城的信念。 1947年4月6日,刘伯承和邓小平亲率共军两万余人,压境包围汤阴县城。 与守军国军暂编第三纵队正面交锋,史称汤阴保卫战。 4月7日,共军一天之内,猛攻打13次之多。 但国军士气如虹,共军难以得逞。 十余天后,李明以所判的援军被阻,守成官兵仅能以一党时,抵抗源源不绝的共军攻击。 县城内的乡亲父老也是同仇敌忾,自组议护队救护国军伤患,收拾粮食,分送守成的战士。 共军企图猛扑东城墙,并扔进劝降书,却反遭县民将一张张劝降书给撕烂粉碎。 显然,在李明以住房汤阴县城半年多来的政战教育,县民早已视国军为民众之宝,仁义之师。 守成国军在苦撑三十天后,伤亡牺牲惨重。 最终,国军弹尽粮绝,共军入城短兵相接,进行遇血肉搏战。 司令孙电英、李明以等人,最后重伤被俘。 李明以重伤被俘虏后,关进解放军战俘营。 中共要求他,写下思想汇报和交代历史问题。 李明以在抗战和堪乱时期,历任国军单位政治部主任。 一生信仰三民主义,抚养无愧国家民族。 他拒绝写任何东西,坚持无罪可悔。 李明以入狱近四年,始终腰杆挺直,如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,也曾关进北京大牢,始终不愿意否定自己的过去。 一直至1951年的农历过年,中共认定李明以将军被捕后死不悔改,和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等罪名定罪。 最终,在北京刑场遭到枪决从容就义,十年54岁。 大陆沦陷后,李明以原来可以接受统战洗脑,而存活下来。 但是,他反而走上坚定认同中华民国,而殉国的国军将领之一。 李明以直到逝世,国民政府所获得的讯息,始终是被俘下落不明。 使得他妻子张静梅,对李明以生死是音讯全无。 他带着三名未成年儿女流离失所,薛岳将军得知此事后,立即承报蒋中正。 后蒋公亲批就寄金3000美元照顾家属。 后来大陆局势紧张,妻子张静梅与小孩走散,错失跟着国军来台的机会。 文化大革命时期,张静梅被中共打成右派,成了黑五类,遭受迫害而亡。 李明以的两名儿子,在各次运动中批斗劳改,先后抑郁而终,生病去世。 李明以一家,可谓家破人亡,只剩幸存的唯一女儿,李亚兰苟活鱼人士。 李亚兰成年之后,决心寻找父亲李明以的下落。 1981年,他在大陆最高人民法院,找到了李明以的判决书。 他才明白,原来三十年前,他挚爱的父亲早已被镇压枪决了。 更痛心的是,李明以将军尸骨无存。 做女儿的,永远不得而知父亲的骨骸掩埋何处? 中国人讲入土为安,李亚兰便寻不得自己父亲的坟种。 他决定要到台湾去,请求官方能协助父亲入寺国民革命中列词。 他不愿父亲沦为荒野孤魂。 在两岸关系疏解后,李亚兰多次置身前往台北驻香港办事处, 并且跨海来台湾,向总统府、国防部、陆委会、海基会陈情,但未能如愿。 所得到的官方回复,是查无此人,李亚兰落得一次次失望和无助。 但他没有放弃一丝希望,继续输信陈情,和往返台北、北京两地。 迈入古西之年,白发苍苍的李亚兰将父亲入寺忠烈词的心愿,嘱托给他儿子身上。 经历两代二十余年的奔走,他们在国史馆找到了蒋总统文件档案中。 有记录父亲的官方史料,但是却仍得不到台湾的政府认可。 苍天不负有心人,在隔六年后,台湾的文史学者伍之章接获这段感人的故事, 便转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冯世宽。 冯部长毫不迟疑答应愿意协助,特别是当冯世宽审视查阅, 中共执行李民仪的判决书,在资料上写着。 被告,坚决作战,顽强抵抗,致使我军解放汤英付出很大代价。 即对李民仪烈士,受命不辞,死生无惧的大爱情操,深深感动。 他认为,烈士终魂本就应该荣归故土,遗族心灵才能得到抚慰。 就在冯世宽卸任国防部长前,李民仪少将终于被批准,可以入寺中列词。 2019年8月28日,陆军司令陈宝渝为李民仪烈士主持入寺安慰典礼。 远在2000公里之遥,人在北京高龄80岁的李亚兰。 原本执意代表姨族身份亲赴台湾,为父亲排位置计。 但是,碍于在大陆办理入台政受阻,几经交涉仍无法来台湾。 只好游在国外经商的李亚兰儿子,也就是李民仪的外孙,代替母亲来到台北。 见证外公李民仪将军,宁死不祥于敌的爱国精神。 终魂回归该去的地方,李民仪烈士排位永存中列词。 安慰仪式结束后,中列词管理组细心地从国军档案中。 找到一张李民仪生前照片,送给家属以为纪念。 当李亚兰从手机通讯软体收到父亲遗照时, 他不禁百感交集,痛哭失声。 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保留任何一张父亲照片。 没想到父亲离开68年后,他终于透过冯氏宽部长的协助, 重拾爱女对父亲的记忆容颜。 李亚兰激动地说,爸爸终于回到钟爱的中华民国, 作为女儿来说,我尽了孝心了,我此生已无遗憾了。 李民仪将军一生,为国家民族存亡绝蓄而奋斗。 在过世68年后,历经家人奔走二十余年, 李民仪终于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。 烈士排位中得其所,永受国人景仰追思, 可以说是迟来的正义。 藉由此篇,愿李民仪将军得以安息。 祈祷民族的悲剧不要再发生, 台海两岸和平相处,永无战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